你们烧的柴火灶 很普通 我们就是很普通的农村家庭 大家就不要嫌弃咯 到底然不然咯 你看这黄豆杆这里面 现在我手上拿的 这个是那个黄豆的杆 我是真不想让我奶奶要它 它要么就不燃 要不燃起来 它也燃不久 这玩意 加油 这个用来点锅也不行 要来平时做饭也不怎么滴 我觉得 你看 还被拿进去 游戏了 让大点 让大点 还是那个柏树枝行 哥你们 还是柏树枝好 OK 那么 看 没关系 有点 我们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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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 啥玩意儿 烧烤了 Zither Harp 我高兴我今天得点燃它 真的招求不住 这火烧进去又吸了 烧进去又好吸了 对这玩意不好烧哥姐妹 对这个玩意 它上面有这个壳 你看到没有 这个壳你燃着燃着 它就吸了 然后里面这个杆 这种杆 它又不好燃 就是这种杆 所以我不喜欢这个点锅 那个百树枝 真的一点 就燃大了 老舒服了 跟你们 用电煮 电煮都不好吃 而且费电了 姐姐费费电了 但是它点燃了就好了 这个则烧燃了就好了 点子点的太掉了 家人们帮我点点赞 哥你们帮我点点赞 再加一把火 对嘛 能这么大再放进去 哎 这下就燃了 这下就燃了 加点玉米糊 玉米糊 这个是 烧大一点 这烟雾潦 真的是人间仙境啊 这位姐妹呢 OK了 哎 行 人间仙境啊 烟雾潦 这个人间烟火器 对姐姐啊 放到灶台里面一点的 好一点的 OK了 已经放进去了 哥姐妹 那里面的那个材太多了 我刚刚放的太多了 说说你看这个烟子很大 哥姐妹 老家煮饭也不行了 老是西湖 他那个柴火不行 知道吧 我懒得这个柴火不行 OK 你看 这个灶台边边上都在 在起烟子了 都在 对 锅穿洗一下 在农村里面 你早上你自己 你每天你不做饭 你都没有饭吃 哥姐妹 真的 在农村里面 又不像城市那样子 对吧 真的 农村里面讲究的就是勤劳 哥姐妹 你看 你在农村里面懒的话 真的 你得饿死 就是农村里面 你看早上像我们早上 我现在要是自己不做饭 我早上就没有饭吃了 哥姐妹 不能点外卖 对吧 又没有什么饭店啥的 你不可能跑到人家家里面 去要饭吃 对不对 那你肯定只有自己做 哥姐妹 只有自己做才行 所以说农村里面不能懒 一懒的话 你得饿死 里面放一点 OK姐姐 感谢我们 谢谢我们建秀姐姐 谢谢你的关注 感谢哥姐妹 炒个鸡蛋吧 哥姐妹 来我把这个拿近一点吧 这个好看 哥姐妹 这个拿近一点 你们可以看得到 看到吗 这样可以看得到 哥姐妹 给你们炒一个 行不行 哈哈炒一个 等一下我拿这个盆吧 这个盆是干净的吧 再给三个水洗 算一下呢 擦点水算一下 我那个水算 再洗一下 再用那个清一下 我也不知道它干净了没有 消个毒嘛 OK 没问题 我拿这个水就算一下 拿这个水给算一下 等一下就炒了 炒了以后就拌到里面去就好了 哥姐姐 炒了就拌到里面去就好了 OK 土鸡蛋 倒油 倒油 一个鸡蛋就少倒点油了 接着吃 接着吃 自己家的 农家的这个菜籽油 哥姐妹 12块钱一斤 农村里面 我们这边都卖12块钱一斤 算了 我放累了吧 我先放韭菜下去了 我先放韭菜下去了 再放鸡蛋下去 再等啊 然后把韭菜和鸡蛋炒到一起 按照正常的流程是应该先炒鸡蛋 再炒 再放韭菜的 我来搅一下 这个韭菜有点少哥姐妹 反正一个人的配菜哥姐妹 一个人的配菜 然后把鸡蛋炒到一起 然后把鸡蛋炒到一起 然后把鸡蛋炒到一起